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生活中很多人把艾滋病和HIV认为是一回事。 今天呀,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首先,我们来认识一下艾滋病。 它的学名叫做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针。 Aque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,解称AIDS,艾滋病由此得名。 是指人力免疫缺陷病毒,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,HIV感染的最后阶段。 在此阶段,患者的免疫功能极其低下,会出现二十余种机会性感染中的任何一种,或与艾滋病相关的肿瘤。 好,现在我们再来通过它的英文来强化一下对于艾滋病的认识。 A,Aquered,是通过一定方式从外约获得,而不是通过遗传得到的。 A,I,Immuno,免疫系统。 该系统啊,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疾病的侵害。 D,Deficiency,缺乏,缺陷。 S,Sidron,是一组症状或者是疾病,而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。 患者可以表现为,恶业痴,卡包基肉瘤,淋巴瘤,结合病复发,卡氏非包子菌,肺炎等。 在非洲一些艾滋病流行非常严重的地区,很多家庭的大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。 因为该病可以通过母婴垂直传播,所以有很多孩子也发生了感染,从而成为艾滋病孤儿。 所以啊,艾滋病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,也是严重的社会公共问题。 那么,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艾滋病的病原体,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,H,代表着Human,指该病原能够感染人类。 I,Immunodeficiency,导致免疫缺陷,使得人体抵抗感染和疾病的能力下降或者是减弱。 V,Virus,病毒,是一种仅能在活细胞内复制的特殊的微生物。 这就是HIV的结构示意图,它呀,属于逆转路病毒,呈球形,直径大概是120纳米。 它的核酸由两条完全相同的单正列RNA组成,有一个由P24蛋白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合一壳。 外面的包膜表面有两种糖代白刺突,GP120和GP41,这三种蛋白质在病毒感染检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 这个病毒的把细胞是CD4阳性的T细胞,它通过GP120和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受体特异性结合。 这个过程需要辅助受体CXCR4或者是CCR5的参与。 进入细胞后,通过逆转路,可以合成DNA双链。 后者能进入细胞核,整合在宿主细胞染色体上面,形成且病毒基因,随后就且附在感染细胞中,并且进行核酸复制和蛋白质的合成。 最后,通过组装、成熟和释放,再去感染其他的CD4阳性T细胞。 所以,感染后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,当CD4阳性T细胞能执行正常的免疫功能时,患者并不表现出症状。 只有当CD4阳性T细胞的数量达到了每微生200个以下时,患者免疫系统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,这个时候就容易被各种机会性感染影响,并且出现并发症。 例如,单重炮症病毒感染,真菌感染,宫颈癌,卡伯基肉瘤,卡氏肺胞子菌肺炎等,这也意味着患者就进入了艾滋病期。 这些并发症逐渐严重,并且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。 所以,现在大家理解了HIV和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吗? 是的,HIV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源,但是并非每个被HIV感染的人都患有艾滋病。 艾滋病是HIV感染进程的周末结果。 感染了HIV的人可能看起来会很健康,但是仍然可以将病毒传播给其他的人。 来自WHO的全球灵性病学资料表明,截止到2018年年底,全球HIV感染者大概有3700万,而2018年当年的新感染者就有170万之多。 当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是77万,所以该病的控制认重而道远。 但是,我们也欣慰地看到,目前全球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300万,也就是说62%的感染者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。 虽然目前对于该病尚没有有效的完全治愈的方法,但是通过抗病毒治疗,可以把病毒抑制到最低水平,重建患者免疫系统的功能,让他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笑着面对生活。 那么,HIV的传播途径有哪些?如何进行解测和治疗呢?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。 好,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谢谢大家。